十一点 怎么样都睡不着 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 每晚十一点 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十四三人谈节目 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 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的十四三人谈 我是小元 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 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 他们分别是 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 王恒涛教授 欢迎王教授 小元太良好 各位听众 观众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 顾尹琼博士 他还在登陆的过程当中 那 刚刚过去的周末 台湾 就是选出了新的总统 赖清德 那么就是 这是一件 全世界 华人都很关注的事情 或者 也是一件举事瞩目的事情 这个 结果呢 是那个民进党的 那个副总统 现任副总统 叫赖清德 他 竞选成为总统 成功当选 那么 不知道 王教授 对这件事情 是什么样的感想 这件事情 从他本身来讲 应该说是 在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因为呢 在台湾和大陆的这个政治制度 比较上来讲 特别是西方社会呢 他比较注重的这种民选啊 代表民意啊 这种大选的这个 那么 在这种想法下的话呢 这一次台湾的大选 实际上也是这种民选 政治制度的一种 应该是一种大的 这个这种一个表演的 这样一个一个过程 是吧 这个 这两种 这个政治制度 实际上是一种比较 一个呢 是中国所说的 全过程民主 一个是呢 就是台湾的这种 跟西方比较接近的 这种竞争式的 这样一个大选过程 所以这个的话呢 应该说是 这个 引起这个 全球普遍关注的 我是这么看 全过程民主就是人大 人大上面举手表决 2952票 全体通过 没有反对票 没有弃全票 而且是习近平在主持这个选举 然后问 通过没有 然后都说 有没有反对的 没有 没有 是 另外一个 他这个大会的 这个 这个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 也不是很透明的 人大代表也不是选出来的 就任命的 所以这个东西 是啊 所以这个 这个就这个 这个 这种 走过场式的民主 实际上是一种 需要 而台湾这种呢 是认认真真的 在 在这个进行 这个 这个 这个投票 而且那选票 是一张一张选出来 我看了一下 他的一些数据啊 这个 台湾呢 现在按照说 有资格 他现在 对选民资格 他有些规定啊 第一个呢 必须是中华民国的 公民年满 那20岁以上 在投票时候呢 在投票地居住 不少于四个月 你才可以投这个 这个所谓立委啊 和政党票 你要想 全部的票 都可以投的 比如投总统 副总统 立委和政党票 都投的话 你必须要在 居住地 投票地呢 必须住满 六个月以上 这个 同时的话呢 海外的选民 也要求 也要根据这条要求 你可以返回台湾 但是你要满足 这种居住的 这个 四个月到六个月 这样的一个 这个条件 这个 另外一个呢 他这个 从这个可以选举 参加参选的人数来讲 他的参与度 非常高 他按照这个年龄 和刚才这些要求 大概是 可以 有资格投票选举的 人数应该在 1950万人 那么 实际上参加的是在 1400万 那这个 有效的 这个投票的 这个 这个数 他的这个 参与度 几乎 接近 72% 这个 这个参与度 投票的参与度 是非常高的 那 这个甚至我觉得 好像比美国的参与度都高 美国高 所以的 我觉得 我非常 印象深刻 对 美国 这个 今年8月份的初选 投票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 对 是这样 嗯 呃 我们其实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 那个 获胜的 赖金德 他得票率只有百分之四十 所以这其实是挺低的 在很多国家得百分之四十 肯定是要输掉的 那 这一次 其实 呃 在野党就是 呃 国民党跟民众党就是 柯P 所谓 柯文哲 他那个 那个党 呃 一度想要联合起来 叫蓝白配 呃 这个非常非常遗憾 就是破局了 就是可能两个人都想当政的 是吧 就是 呃 柯文哲也不想当副总统 然后那个 国民党因为百年老党 百年大党 他也不想就是给你当一个 一个新的 嗯 新冒出来的党当副手 就大家都不愿当副手 结果就就就就可能就呃 蓝白配就破局了 那不然的话蓝白配就是照这个 得票率 他们 就是有百分之六十肯定是会赢的 对吧 我 他们就您让输掉也不肯不不不不不 不肯合起来 这是就是中国人可能都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个结果肯定是中国大陆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他们历来就把民进党看作是一个台独党 所以呢 他们有统战部也有各方面 但是如果是他们真的想促成这个民进党下台 他们应该是有很多操作 但是我的感觉他们的做法好像是backfire 就是说什么呢 不但不起好作用 反倒在某些方面帮助他们不喜欢的人助选了 应该是中国一直在帮民进党 李东辉助选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帮大民党 实际上对李东兴辉的批评 本身倒是帮李东辉得了好多选票 这一次这个国台办或者是王沪宁主管的这个对台的这个这个事务啊 我上次来说 我说他的实际操作能力啊 看来是有问题 你既然花了不少资源 想去影响台湾的大选 那最后这个结果 看来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那么至少他们应该 要是我的话 我会在蓝白配上多做促和的工作 是不是 你既然那么看不好这个谁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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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新德 赖新德的将来的做法 肯定要会比蔡英文要更偏激一些 因为呢 蔡英文这个人是比较谨慎 那么那新德的话呢 将来肯定会比蔡英文要要要激进一些 那那么这就是更他不愿意看到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操作好一点 你去这个促成这个蓝白配 是不是 当然了这个东西也是这个也是 这里面有限制的啊 所谓的他们也在防 所谓的大陆戒选 就介入选举 然后呃 今年戒选有一些迹象好像也挺明显的 那个特别是马英九 呃 最后帮大盟 这个是不是属于戒选 我也不知道 因为马英九最后说呃 中呃 台湾还是要选相信习近平这种 那这个全世界都在不相信习近平 然后你你弄一个台湾相信习近平 那这个肯定是大家都很害怕 这样子就帮大盟了 我觉得 但是他真的戒选 可能就呃 历史上来说就一直帮大嘛 就是包括王教师刚提到的 就是96年就是呃 在呃 在台湾海峡开炮啊 或者什么东西 然后这种 这种就是帮李登辉上台了 然后2000年呃 朱隆基就是就呃 声色俱力是吧 然后说什么等着瞧啊 什么东西 结果呢就等着瞧就把陈随便给送上去了 对 啊那个顾博士你你你你你觉得赖清德为什么会赢呢 顾博士 啊 其实有几点我们得注意一下啊 可能一个是就是年轻人其实呃 我记得不是选他的是中老年人选他 对吧 因为那个有个投票比例 年轻人还是实际上还是投另外两个派别 还有一个是就是国民党进来就是吸走了一部分选票 其实如果国民党假设就完全放弃的话 他他这个这个赖兄还不一定能赢知道吧 这个但是就是因为两个一个是这个中老年人好像是坚决稳定的投投这个小赖 然后国民党又跑进来插了一把选票 结果就导致他们能赢不然的话呃这个比分应该是非常接近 也不是说他能够那么容易就赢的 又我其实注意到这个赖青德他在讲自己是一个矿工的儿子 然后呢说什么那个时代的矿工他他他两岁的时候他爸爸就 矿难死了 然后他说是他是新北的矿工的儿子 嗯还还说那时候矿工对台台湾的经济做了很大的贡献 然后呢他们不应该被歧视应该被尊重 然后呢我就觉得至少呃不仅仅至少是新北那些普通老百姓会比较感动 因为这么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出来 而且呢对这个上一辈有这么多的尊重 然后呢就是他们可能有什么呃有什么委屈 然后觉得都寄托在这个这么一个矿工儿子的身上了 就是如果中国也出来一个那个平浓的儿子 如果说一下你们太辛苦了我们应该你们不应该被歧视 我们都会尊重你们 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这些这部分老百姓都会很很感动的 我觉得而像那个新北还有台北以前历来都历来都是那个难营的就是国民党的票仓嘛 但是这次新北新北就是原来的台北线就是围绕着那个台台北的一大块地方 结果就翻盘了就是赖清德就是就是赢了八万票嘛 以前都是大就是大范围的输给的都都都都是那个国民党赢的 所以呢嗯这个当然新北也是赖清德的家乡 所以呢也有也有这点因素 但是他这个比较励志的或者说一个一个矿工儿子这种这种亲情牌啊 或者什么东西也是起作用的是吧 对其实他的那个就是真正赢的这个比例啊什么之类 并不是说是压倒性的这个这个赢的 其实这个票数啊整个呃跟第二名还是挺接近的 所以说呃也没有说他是真正的就是说呃中年啊 叫什么老中青三代都吃定的他还是主要就是把老年人跟中年人给吃定了 他感觉年轻人好像还是不完全吃他这一套 嗯所以他这个就是呃赢了总统呃输了立法院 就是呃立法院都没有民进党这次没有过半 所以呢呃这个就跟陈水扁上台的时候差不多就是立法院 但是总统但是立法院不是他控制民进党控制这样子的话 很多包括军购啊或者什么和什么和四啊之类的这种东西都过不了 这个总统想干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喊喊口号了 从这个立法院的行列来讲国民党是52席比民进党还多了一些 民进党是51席 这样的话呢这个科文哲的以年轻人为主的民众党他占了八席就成了关键席 因为反对党几乎是比你还多一票 所以的话呢科文哲这一个党的话他就八个席位 再加上另外两个他可以至少和明德是一个关键的第三方 嗯就是科文哲他就是呃据说有可能会被搜买 就是因为民进党他有资源嘛 就是比如许诺我给你科文哲你如果投向我的话 给你当个当个什么呃行立法院长之类的 我不知道可能我我觉得立法院呢不会给他一个少少数党 但是呢给他一个大的官职 比如说比如什么部长或什么东西啊 那他说不定就这种人我觉得科文哲这种人就没有什么 没什么原则 就是现在国民党的呼吁他就是保持诚信 就是说因为毕竟一开始还是想要有男白配的对吧 就是说他们他们的呃这个这个党的这个初衷 也也是跟那个台独党是有点有点不同的至少 对吧他就是他也是想维持现状啊 也比较务实的搞经济一号或什么东西 就是跟科文哲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差不多 但是呢他如果被收买的话就感觉就这个人 就没什么底线了 那那就我觉得国民党想要控制这个立法院就破局了 一样破局了就是被被出卖了 我呢去过了几次台湾 我对台湾的话 他这个这一些东西啊还是印象蛮深刻的 我参加了当时是马英九做总统 是我们搞一个援桌会 反正比较深的一个对话 所以对他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政治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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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有一些了解 特别是现在国民党现在是真是在走下坡路 就像刚才那个谁讲的这个 他自己的票仓的地方都守不住 他们有些事包括马英九说的那句话 我们应该相信谁谁谁 这句话本身实际上是起的反作 因为什么在台湾 很多人对大陆的一些想法 他是有怀疑 你你这个时候说一个相信 谁敢相信 嗯 当然我觉得这个 这个一定的作用 倒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他毕竟是 毕竟是差别还是有点大的 就是百分之 包括比如说 得票率百分之四十跟百分之三之间 百分之七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就像美国这种很多选举 他只是百分之一到二这个之间 已经算是close close了对吧 那百分之七的话还是明显的优势 可以说是 所以个马英九可能会影响 百分之二到三的比例 但是大盘来说还是 总的来说 民间党还是颜面大的 所以我们讲就像你刚才说的 怎么样把握好这个民众党的 这个关键的第三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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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立法院的 这个席位的投票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 是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可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COVID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 我们知道COVID可能带来长期症状 所以请记住 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COVID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 2023-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进种病毒 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 请记住 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 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紧自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 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 顾颖琼博士以及黄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 王恒涛教授 我是小元 那我们继续讨论台湾最近的大选 那么我们知道 自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 现任台湾或者正式名称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赖清德 就是成功当选为下一任的总统 那现在赖清德其实他在胜选的感言上面 就是他说的一个名词叫中华民国台湾 因为他这里面就说中华民国这个是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然后台湾呢也不是他正式的那个所谓的国号一号 或者什么东西对吧 但是大家都喊这个岛叫台湾 那他现在他说啊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政府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不需要宣布再宣布独立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就是 而且呢他弄了一个新的好像新的国号的样子 其实这种这种其实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竞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但是你自己不称我是中华民国总统 我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 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比较蹊跷 然后呢再是他他现在说这个 作为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上上台的话 你接下去肯定是推读 推行这个往台台湾独立这个方向是越早越远 肯定是的 然后呢接下去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影响 因为大家都在都在很关心就是台湾 台湾成为关键词或者世界上的关键词 像蔡英文一经常说要把把台湾就就是放上架 或者是世界世界上的 那其实他这里的危险性在那里对吧 因为你如果一旦那样触动了或者什么东西 那么中国也可能会打过来 然后呢又变成了一个新的打仗的一个战区 那这个东西就比较 那就是对全世界的影响也都挺大的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很还是很关心就是接下去会怎么走 就是中国会不会动武啊或者什么东西 因为像像王毅作为外长 不管是选前还是选后都在说这个是你们是战争和平之间的选择 那么现在台湾已经投了战争了 那你这是不是打呢 对吧 这个事情 所以呢这个接下去的走势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你们两位觉得中国会会因会在短期内或者发动 或者说就是为了为了这个祖国统一也好 或者维护什么主权也好或者什么东西 然后会这个会出兵收复台湾吗 我先我先说两句啊 这个台湾的这个称法 中华民国的这个我同意你说这个是谁 赖兴德他是属于一个务实的 因为什么呢 我记得在至少是在蒋介石刚撤到台湾去的时候 他是认为中华民国版图涵盖的地区呢 仍然是包括大陆 而且包括外蒙国啊 所以的话呢 甚至包括外蒙对了 这个这个所以的话呢 他认为我这个管的时间 但是呢 这么多年没有对大陆 实行过任何有效管辖 所以他现在呢 把中华民国 加了一个台湾加以限定 他实际上对什么光复大陆了什么对这个反攻大陆 这个疾谱就完全放弃了 这也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那么你怎么解释 你要是从这一点你就把它界定为你就是台独了 这个和以前不一样 那你是不是还想让台湾回去说 嘿你大陆仍然是我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是吧 我这个而且的话过去甚至还就像咱们中国在台湾的话呢 就专门有台湾的一批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大代表 就是台湾的台籍的 是吧 然后呢参与代表台湾等等在这个人民代表大会 那么那么你是要台湾继续象征性的 还要有一些立法委员是代表是大陆委员会的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东西呢如果否则你就把它叫做台独 这个恐怕有点说不太通 是不是 所以现在呢这个台独怎么界定 其实那个中国是对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都是反对的 就是两个中国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反对的 一中一台就是中国跟台湾都是独立的 那么这一中一台这他对这两个都是反对的 那他就实际上就综合了 那你既然都反对我就中华民国台湾 那你不反对了吧 我不知道 但是但是国际社会不是这样对的 国际社会通过了一个台湾法 是吧 这个美国特别是美国啊 通过了一个台湾法 实际上 他是实际上认定的 就是海峡两岸中国人都认为是一个中国 至于什么呢 至于他是不是互相承认对方的管辖 这是另外是他们自己两国人自己解决 但是呢 这种和平现状不允许通过武力来打破 这是一个一中原则的美国的表述 顾博士呢 你觉得 现在其实我觉得主要问题就在于 这个大陆对自我实力的这个认知方面 你知道吧 我可能去年的话认为三年或者五年里面 大陆可能会打台湾 但是现在根据这个局势的发展 可能有点不太会了 因为一个是这个俄罗斯兄弟表现的太差 这些信息送回来之后发现 我们的这个世界第二的军事强国 好像很拉胯 如果真的要进攻台湾的话 好像我们也不能够指望俄罗斯对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也可以看见 去年底今年初这个外交部的口吻也开始变了 说什么中美关系什么要修复啊 要回到以前的高度啊 然后会谈一些什么 我们之间不应该有什么误解啊之类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那个最新的那个好像大使在美国也说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啊 我们应该重温什么旧梦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还是跟一个自身实力的认证有关 而且这次我们可以也可以看见华尔街放出的那个 特别华尔街日报放那个不真不假的那个新闻 说那个导弹里面装的都不是燃料装装的都是水 这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乱讲 可能是可能是真的 我觉得现在跟甲午战争之前这个大清的这个舰队有的一拼 就是不一定好能好到哪里去 对我觉得是可能半真半假 有一些部队的确这么做 就是为了比如说骗点经费啊 因为你你知道当兵的其实也是挺苦的 也没什么油水 不打仗的话当兵的话实际上是没什么油水的 当兵的当然没钱 就是当当那个当官的就是部队的部队里面当官的 肯定是捞了很多钱应该说 对啊那这个 特别是这个导弹部队他所在的地方都是非常偏远 生活非常艰苦 对啊你像这样东西的话 肯定兄弟们跟着你 你也得想一点办法给兄弟们赚点福利 对不对 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 所以一个导弹比如说装了真的燃料的话 可能就值个比如说一千万 装水的话可能就二十万可能就够了 对他说里面那个比如说你要不去采购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装个水试一试 反正每六个月就要换掉 我猜是这样的 有可能是每三个月六个月燃料就得换一次 大家一看做重复做两年就发现 哎我这三个月不换好像也没人发现 对不对 经费该拿到手的还是拿到手 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油水的 我估计这次包括撸掉好多将军 上个月不是撸掉好多将军吗 火箭军 火箭军基本上全军覆没就是连以上的干部全换掉 对啊说明其他的可能也从别的地方也听到一些东西 他也不傻 他突然也发现 我的手下怎么都在忽悠我 真打起来 导弹发不出去对不对 他在北京一个人发话失令 好像好像说了也没什么效果 那就搞笑了 这个所以说好像我感觉啊 实在是可能也是被俄罗斯这边搞得也比较失望 也是觉得这个自信心不足啊 在这个程度下我觉得打的 包括那个航空母舰 我们说的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山东号什么之类的 还没有完全出来 我记得原先说 他那个甲板有个立缝嘛 就是你不能不能开出去了 你开出去就全都死人啊 死光了呀 对啊他说的本来 前面还有一个核潜艇 上面人全死光了 其实中的自己的遗轮 太扯淡了 所以说这个如果真的 三艘完整的航空母舰能出来 经常海外海峡跑一跑 突然打一下那是很正常 但是现在还是一点 就是习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现在突然发现这个壤外必先安内啊 就是内部的这些东西现在搞定 我觉得内部这些很难搞定啊 以前那个军事专家不是上电视的时候 就像那个家务海战的时候 那个炮弹里边全是沙子 你这个导弹打不出去 导弹这个火箭军这个导 全是假的 你现在怎么打台湾 那不一定全是假的 可能是还有一些真的 然后打个两三 打到台湾 然后说哇你现在这么打了 然后全世界的美国的 或者全打到北京了 结果你真的想反击的时候 全是水货 这样子的话就完蛋了 是 你这个舰队出发之前 你肯定要用导弹先火力准备啊 要把对方的这个反击的 这个水平全部都打掉啊 是不是 你这样一弄 他现在所以要倒查20年 这一看他现在 我估计他这信心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嘴脸也变了 原来是底气十足 过去叫战狼 现在呢 不是这样的 现在又是软了 这也是 也是就是说 你说打台湾哪那么容易 那个180多公里 这个台湾海峡 你这个离开了导弹 这个这个支持 怎么过去 是不是 这不能 这已经跟过去那个 什么渡江挣扎 那个这个渡长江那时候的 那个水平比 现在都是现代化 我以前金门在就在厦门边上一点点就是根本就不是台湾海峡那一边的都打不下来不是 对所以说徐大大的话现在也就看可能徐大大也有的时候也能想通但是我觉得现在 徐大大跟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那时候还有些秘书啊 还有些什么什么这个闺蜜啊还可以给毛主席吹吹吹枕边风说一下有些事情 毛泽东那时候那些 他的那些部下都是一起打仗的 所以可以当着他的面拍桌子的是吧 像彭德怀或者林彪或者搞搞他 这个现在习近平手下的人都是他自己提拔的全是习家军这个就没有没有人可以说一个部子了 对因为现在主要问题是没有人敢告诉习大大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那习大大就是完全都是凭自己猜嘛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吹的牛都不行 那那那那那水感说水感说不行那说明你能力不行肯定会被习大大换掉 对不对 你就吹特别行 那么那接下来就就跟那个时候还记得吧 毛主席自己想搞这个粮食亡产万斤 还授意钱学生啊他们那些人去写 那你尚有所好 那么下面肯定要根据你这个好肯定吹落打鼓了 对不对 这这肯定不敢说别的东西 我最近听说这个他这个空军上将 这个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好像有出事 不知道啊 最近呢这个反正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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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军队内部抓这个抓这个这个这个出问题到处这个内部清爽清洗啊很厉害 所以新上来这个前海军司令新任的可能国防部长叫什么叫董 姓董的这个这个这个是我我们至少我教过的学生 80级的海军大连舰体局院毕业的啊 它是84级 84级 80级 后来是 现在是提出来接替 可能是要接替 李尚佛来做国防部长 就是 以前凤凰卫视的那个什么 是一个军事的一个栏目 就是 以前还在说 美国的军舰在台湾海下开过 然后耀武扬威啊 然后还说 那么另一个人 一个主持人就说 那我们中国军队就把追上去啊 打他呀 然后这个军队的这个军官就说 问题就是追不上啊 那其实是 中国虽然一直围绕着这个台湾海峡 就军舰开了开去 然后还有很多 那个飞机在绕台嘛 就是选举期间还飘了 又飘了气球 其实我觉得中国飘气球 这种事情少干点对吧 因为就是去年一年前 美国上空飘那个中国的气球 全美国的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中国威胁论 以前只是说 中国威胁论只是 有各班人在说一说 你现在 整天就是头条在报这个东西 你就不威胁也威胁了 那你 等于选举的时候 又去飘几个气球 那 那肯定是帮民进党的嘛 也是帮民进党 拉选票用的 这个事 对啊 而且你飘来飘去 就总感觉自己实力不足 知道吧 但是从中国海军的这个战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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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军力来讲 最近这 二三十年 应该是进展飞速 他这个 从中国这个军舰下水的速度 西方评论是像下脚的一样 所以呢 现在呢 从他这个吨位上来讲 真是在二三十年前 是没法跟现在比的 那个时候中国的军队叫 黄色海 海洋的这个海军 什么叫黄色呢 那个时候的战略叫近海防御 他那个 因为近海嘛 都是 都是那个 由河流带出来的泥沙呀 把这个水都变成黄颜色 所以他叫黄色海 海水里边的海军 那么 最近这二十多年 进行远洋的这个 军舰出去远洋 训练啊 做训的 这方面他抓得非常紧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 战力应该说 也让 美军对他是另眼看 所以 不得不说就是说他的海军的真是有长足的进展 那现在问题是什么 你离开了空中和这个导弹的支援 你做这个强行登陆的这个准备啊 你光靠一个海军啊 那个海军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在海上被打的目标 因为你没有一个导弹呢 和这个航空兵的这种 比较好的支持 航空兵你也飞不了那么远 因为你 你那个这个这个活动半径啊 你要是在那个方向 是吧 你还需要有一段距 这个 这个 所以 就是马英九 马英九在接受那个 德广 就是德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 还说那个台湾跟大陆的军事实力相比 真是差得太远了 所以实际上马英九那时候就开始放弃了 而且他把那个服兵役的时间就大大说短了 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那个时候就实际上就解除了这个台湾对这个大陆的武装一样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是 那个时候不是有个服貌吗 就是就是大陆跟给给台湾很优惠的很多很多政策都很优惠 结果就是当时国民党也是控制立法院的 就是好像都没有跟那个 就是也没有论正义 没有讨论 就是几分钟就过了 立法院把那个一通过之后 就是就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那时候就太阳化运动啊 就是全是当然民进党的 就鼓动的那些年轻人 上街头去抗议 抗议了几十天 后来香港也是跟他们学的 那就是街头运动 但台湾它的制度不一样 所以台湾这些年轻人整天在抗议抗议抗议嘛 结果就反而变成了主流民意了 就是那就后来导致这个国民党就失去政权了 那香港怎么学了太阳化运动 抗议抗议抗议嘛 就像就就就完蛋了 就是广告 好那我们再进行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 就像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steak par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 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 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 请大家都去McDonalds享用贝果吧 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十四三人谈节目 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十四三人谈的节目现场 我们也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 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然后呢我们王教授 王恒涛教授也是我们这个月刊的 宗史的撰稿人之一啊 感谢王教授 那我们那个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呃 今天呢 我们的嘉宾就是我们的王恒涛教授 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影琼博士 呃 我们再来谈一下美国发生的事情啊 今天就是呃 又拉起了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 今天是第一场那个呃 选举吧初选 那么呃 是爱荷华州的党团选举 就是共和党的 那么呃 前总统特朗普呢 就是赢得了爱荷华党团的初选 呃 就是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一般得第一名的接下去 可能如果一直一直领先的话 他就成为这个党的那个 总统的那个候选人 然后就是被提名 呃 所以呢 2024年可能是 这个2020年 呃 总统大选的 就是 在演对吧 然后呃 不知道两位对这个呃 特朗普 就是卷土重来 有没有什么 呃 感想 或者说你们 你们觉得他会 卷土重来 然后再次成为 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吗 呃 顾 顾 顾博士 你先说 因为刚才我先说了不少 啊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又会对决了 因为这个总统选举嘛 那肯定是要 大家广告上要大赚钱啊 你看现在是3D4啊 还是别人上来感觉这个广告流量跟不上去啊 特朗普现在 他估计这次第一次赢是靠推特嘛 第二次输好像就是网络上不给力 这次我估计他也要搞搞小视频什么疯狂再来一把 这个广告你要不要小看 特朗普在rematch这个Joe Biden的话 这个这个广告 我估计收入要给这些广告商都带了这个盆满钵满啊 所以说而且今天我们现在说还太早 可能要等到那个超级礼拜二 超级礼拜二的时候估计就正式结果 但是我觉得特朗普回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超级礼拜二的话反而是在3月19号 基本上最多的票选一下就选定了 最后就是应该是两个老头对老头 我不知道Joe Biden这个体力能不能跟得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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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 但是特朗普想要赢的话 也是比较难的 因为上次他赢也是我跟你说六个摇摆州 运气很好赢了五个 他但凡升到一个 他基本上就赢不了 所以说这次他要再赢的话 应该也是个很接近 很困难的一个 非常有戏剧性的 我不知道中部的人怎么想 会不会重新投他 现在不是游戏州要取消他的那个选举资格吗 把他从选票上拿掉 包括缅因 缅因州 克罗拉多州 现在其实华盛顿州已在开始动作了 如果 这些都不是他的州 他都不care这些州的 选票也知道 这些克罗拉多州或者什么都以前应该也选过共和党的当总统的 然后如果有个十几个州 不一定要有半数 有个十几个州这么搞的话 觉得川普可能也比较悬的 因为至少这些州里面 比如党团票或者什么东西初选就 就给他的竞选对手来 也可能是德桑德斯啊 或者说 尼克哈利是吧 然后 这个叫 黑力黑力黑力 对 所以 我觉得其实 其实很难 因为这大部分的话都会被那个高级法院都给block中 因为 本质上来说你发现这两次这个什么免营州什么把他要拿出去 其实也是给特朗普助选 特朗普也是把自己立刻就摆成一个受害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角色 你看 我又被那个他们给怼了一把 我真是不公平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这里面 很难说 但是rematch的话应该很有趣 也不取决于我们 因为你也知道 那天六点钟我们这边一截止 立马就翻出来明珠答应 所以说我们这不重要啊 我同意这个博士的看法 就是说特朗普这个再次当选的概率应该是蛮高的 就是说包括尽管目前有两个州 其中有一个州是通过州的最高法院 另外一个州呢是由州务卿 但是从从他这些整个的做法上来讲啊 他很难最终会告到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很可能会把他推翻掉 因为他 现在最高法院已经在搞听证会了 他可能会用一个 如果弄一个决定或者示范或者什么东西就别的州都做不了了 或者什么 对 如果说OK 你们这么做吧 然后别的州都纷纷效反的话 特朗普就没错 你这个本身的话呢 你这个要看选民 你不能通过政治操作来想办法来来搞这种 是吧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阻止选民对这个东西来来来做出选择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呢 就是说目前为止 尽管民主党在这个利用这个所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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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1月6号是吧 这个试图所谓推翻上一次大选的结果是吧 然后呢给他想办法带了大概91个刑事指控 其中当然也包括就是说 川普对这个机密文件处置不当等等 90多个刑事指控都没有打得住 川普的话呢再次参选 而且川普的话呢 在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提名过程中间 这些小不拉子的提名人他都不参与 那意思就是说我都不参加 等到最后关键的时候我再出席 所以的话呢 目前看来提上来的这么这么几个候选人 第一位还是川普 那因为这个阿威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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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川普的支持率能够远远的高于其他的第二第二位 他占48% 甚至1988年 Bob Doe 多尔在这个竞争 就他遥遥领先于第二顺位的这个 他只是当时就要创纪录的是12.8个百分点 那现在看黑里是第二位的 黑里的话呢 他得到的支持率占选民的20% 那就是说他是28个百分点 那那比他第二位的这个高出了28个百分点 比那个12.8超出了一倍 那说明的话呢 就你这个试一试水就看了 就说现在这些所谓的政治迫害也好 实际上等于刚才这个顾博士讲了 这帮着川普助选 是让他们觉得政治迫害这些东西 反倒让选民觉得川普的在政治上 在选举这个问题上 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这个第三位的 这个The Santos本来原来是看好的 原来认为一个拜登也好 一个川普也好 这两个都是老人 大家是不是应该换一换 而且呢The Santos当时的呼声是最高的 那现在The Santos甚至连那个 Nikki Haley都不多 都下降到16% 第四位又新冒出来一个 这个叫Vivek The Ramaswemi 他就是只占了8% 印度裔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在这个党内提名来讲 看来川普的机遇还是非常非常高 那下一个州就是什么呢 New Hampshire 他大概是在1月23号 进行这方面的党内提名的 这种初选prime 在那个时候 那个州的话呢 会有更多的独立投票人 就Independent voters 在这一方面的话呢 可能话呢 也仍然会对川普呢 形成一个很大的知识力度 所以的话 从目前的这种态势看 川普被获得提名的机遇 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呢 我预测 因为川普是要找一个 Renimate 是找一个女的话 很有可能 最终会川普和 Nikki Haley 一个女的这个搭档啊 有可能这两个人的 变成一个Renner Renning Partner 这是我的一个预测 对 然后我刚刚还看了一下 就是他们这个不是赢者拳打啊 就是特朗普 就是说领先 他这个票选的话 是20票 然后Santis拿了8票 Haley大概是7票 也就是说 赢家要1215票 所以说除非超级礼拜二 一下子领先个什么 很多 500票 400票 500票 那么基本上应该 也会打很长的时间 因为今天特朗普又搞了一招 不是什么 刚一那个 开始计票 他就宣布自己赢了 把那个 Desandes给气死了 所以 所以说这个 TN估计也 应该也 不会轻言放弃 因为 最少要等到三月底 这个大致看一下 拆选 人家才会有人 宣布退出 这三个应该会 纠缠很长时间 票选 因为现在还 拉不开 现在彭斯已经退出了 是吧 彭斯咋就退 彭斯好像身体不好 我突然发现 他突然变得那么瘦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 美国这边 有没有这种 蓝白配 这种概念 比如说 特朗普现在 毕竟没有拿过 拿到的选票 没有超过50% 那么其他的 比如说第二 第三名 联合一下 比如说 我跟你商量一下 以后 我的支持者 多支持你 我就退选了 比如说 黑力 他说 我支持你 德桑德斯 你参选 然后 黑力的支持者 都去支持 德桑德斯的话 说不定能够 跟 看完普能够 分庭抗理一下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理论上 是有这种 可操作性的 对吧 但是这个选民 买不买账 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 以前有人退出之后 说我们不应该选谁 应该选谁 但是好像也没有 我怎么管用 你退出了就退出了 对不对 也不是说 我记得好像有一年 是那个老头 就是那个搞 经常喜欢搞 共产主义的那个老头 叫什么来的 那个 就是桑德斯 对对 桑德斯 对 特别有激情啊 什么 就是说自己不公平啊 什么之类的 他当时就是号召 然后搞了一把 就说当时也实际上 也是帮了特朗普 一把 因为他说 我应该按照这个 最后的结果 我应该被选上去了 你知道吧 但是不知道 现在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当时他的这个 还是 还是参议院吧 一个参议员 对 因为他最后 赢的票实际上是跟 那个希拉里非常接近 希拉里大概 好像是45% 他是40% 然后他就是死活 不退出 按理说 正常的是 超级礼拜 那个二 过了之后 大部分人就退出了 就只剩一个人了 剩下就不用选了 我们也 没什么希望了 对不对 但他死活不退出 一直咬着 搞得那时候 不是希拉里 也崩溃死了 嗯 现在看来的话 基本上 我估计啊 特朗普精力充沛 估计应该 还是会搞下去 我觉得特朗普 就小四岁 是吧 跟拜登 然后其实 两个都是老人了 就是 但是特朗普的话 可能吃麦当劳比较多吧 吃麦当劳健康吧 吃麦当劳不好啊 但是 但是 Joe Biden 那现在是 我这个在华盛顿州 好多人都说 这个Joe Biden 这个表现的经历 太不足了 你知道吧 这主要是真的 有的时候他好像也不是什么视频剪辑 故意 故意什么调戏 Joe Biden 那现在Joe Biden表现的这个 就是 的确好像是有的时候 是有点 好像痴呆 你知道吧 但是他 应该没有出什么大的错 最近 最近还是 受到了 共和党 准备要弹劾 他的这 压力还是蛮大 这个弹劾 弹不了 弹劾 弹不了 每个总统都会被弹劾 像以前 克林顿在上面 当然还有 阿巴马都被弹劾 正常的 好 那我们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 王安塔教授 还有顾颖琼琼博士 参加本期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те 咱俩 宜